魁威兩年 迪化街 年貨大街再度開放攤商擺攤 各種年節應景零食糖果擺滿攤位 民眾邊走邊逛 提前感受年節熱鬧氣氛 加上開放定點試吃 也讓人潮在第一天就比往年多了兩成 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沒有擺攤 就好像我們民眾就趕不到過年的氛圍 今年回復擺攤 大家整個裝點也好 店家攤位也好 就有一點過年的氣氛已經出來了 而在通膨影響下 不少乾貨類產品價格都上漲 像是乾香菇就上漲一成 干貝更是漲了快兩成 上漲差不多一成左右 干貝 干貝漲得最多將近快兩成 物價上漲 對 還有就是運輸的費用也有漲 對 如果要挑香菇的話就是看說你喜歡它的香氣或是喜歡口感 那一般來講進口的花菇 它口感比較紮實 比較Q彈 好吃 那台灣香菇的特色就是它比較香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看這個香菇它的新鮮 夠不夠新鮮這樣子 通常我們會看它的乾燥的程度啊 因為比較乾燥就比較輕 那分量也會比較多 對對對 然後原則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挑大朵的新鮮 比較漂亮的 乾貝第一個挑大的 然後挑完整性 再來就是聞它的香氣 因為越大顆它的成熟度夠 它的香氣會特別的濃郁 比較香 我們最大顆的從四千多到小顆的一千六都有 現在這麼多漲 包括物價真的通膨有一點漲 我們就一直呼籲 因為虧了兩年沒有辦年貨大街 所以說我們都會請店家 自己能接收一點就接收一點 不要漲了 不要把我們民眾嚇大了 不敢來年貨大街 所以我們一直呼籲店家 我們自己吸收一點 儘管開放試吃 但仍要提醒民眾做好防疫措施 戴口罩 避免用手 直接接觸食物 雖然是人貨大街 雖然是室外 我們請民眾口罩要戴好戴滿 如果要試吃的話 請在自己的攤位 試吃的單位試吃 試吃完之後我們再移動 把口罩戴好 我們再移動 不要邊走邊吃 儘管物價上漲 恐影響買氣 不過年貨大街人氣回龍 也讓商家們各個摩拳插掌 要趁過年前搶賺一波 記者臨席會 臺北報導